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3号报道 美国夏威夷的山火把毛衣岛旅游小镇拉海纳化为废墟 但综合室外警报系统被证实并未发出警报 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发言人魏英特劳布称 综合室外警报系统在火灾期间并未启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引述他在接受采访时的话说 根据我们的记录 州里和县里没有人试图启动这些警报器 他们试图协调地面反应 并且已经启动了其他警报系统 魏英特劳布说 启动的紧急警报系统包括手机警报 以及电视和广播电台的消息 拉海纳居民米灵顿表示 当地时间8号傍晚 当他已经坐在卡车上准备离开 这时他的手机上出现了紧急警报 他说他并没有收到真正的疏散通知 真正的警告来自拉海纳上空的巨大的黑烟 大火从8号午后就开始陆续着了起来 但因为没有广泛的警报 再加上大风导致断电 很多人都没来得及 尽早做出撤离的决定 拉海纳居民妮娜到了晚上快12点 才在房东的呼喊下一起开车往外逃 当时我开车出来 因为拐弯大概就是个十秒钟吧 我往右拐走那个街道 开了大概一分钟的时候 左边右边的房子 全部已经快烧完了 没有烟全部都是火 全部都是火 真的好恐怖的 当你就是发现很多房子全烧了 你才突然间那一刻意识到危险了 我才意识到危险 前面我睡得迷迷糊糊了 据路透社报道 夏威夷州有世界上最大 约有400个警报器的 综合事外警报系统 官员们没有提供详细信息 说明到底发出了哪些通知 以及这些通知是通过短信 电子邮件还是电话发出的 夏威夷州州长格林 在谈到警报时表示 他已授权进行全面审查 以确保我们确切知道 发生了什么 以及何时发生 发生了解灯独 爹一包括 爱成品与无粉ών